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咱们再开一个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ocker课程介绍 对 从今天开始我想给您讲解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Docker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该怎么使用 它在咱们工作中能对咱们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我准备做一套课程给您讲解一下 分享一下 好 那咱们先手续马上进入正题 首先说 什么是Docker 它是干什么的 有朋友说Docker我听说过 它是虚拟机 这我跟你说虚拟机不对 它不是虚拟机 好吧 那么有朋友说 既然它不是虚拟机 它是不是一套服务器的套件 我跟你说 这不对 它不是一个服务器的套件 那么有朋友居然还说 它们都不是的话 它会不会是一个MOBA游戏 这个我也给您说 肯定不对 您说的那个是Dota 它不是Docker 那么Docker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对它的定义 首先说网上有很多的定义 那么我对它的定义是 它其实是一套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 它可以构建咱们的 比如说开发环境 比如说咱们生产环境 运行环境 咱们开发一些个设置配置的关键内容 包括OS核心 都可以通过它进行配置应用 那么它能干什么 它对我一个程序员来说有什么帮助 是这样啊 如果您自己的定位仅仅是一个程序员的话 可能您还真用不上Docker这个工具 如果说您定位在今后我想当PM 我想当这个Team Leader的前提下 您就会用这个工具进行您团队的开发以及管理 甚至说您在生产环境的部署都会用得到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这样 最近我也是在研究这个人工智能AI 其实这些Docker的工具 都是咱们在研究各种高级开发的底层包 换句话说咱们学这个Docker 跟咱们学这个VUE 学这个AI 学服务器编程 学Note.js 都没影响啊 它基于它的底层给它们提供的服务 咱们做任何的应用程序员开发的框架都会用到 请放心 好 那咱们说完了它是干什么的了 那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啊 稍等我给您访问一下 是这样 我从现在开始 我都是基于这个OneTwo给您讲解 我现在不用Windows啊 好 咱们看这就是它的官网 非常的不错啊 蓝色我也是比较喜欢 主色调 好 咱们先稍去马上回来 现在它给咱听了版本有两个 一个是CE版 一个是E版 企业版跟社区版 我这次课程讲解呢 其实是采用的社区版啊 有朋友说我们公司比较大 我们是阿里巴巴级别的 那您可以使用这个E版 给公司项目进行体验啊 非常的有帮助 好 那咱们说完了Docker是什么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的课程内容啊 啊 其实就是给您讲解一下 Docker最基本的使用 以及一些个进阶的内容 进阶 包括什么 这地方 嗯 包括什么呢 我准备是这样 Docker我准备放在我的这个 最基础的学习内容里面去讲 那么深化强化学习 我给您讲什么 我给您讲 Dotor集群的管理工具 K8s 好吧 其实这是两套课程 K8s跟Docker是两套课程 我呢准备把它分成两套课程讲 但是呢 在今天这个Docker开始的这个课程中 我给您提一下 我会给您讲到K8s 但是放到后面去 单独开套新课程 好不好 OK 那么学我这套课程 您要具备什么基础知识呢 很简单 第一 Linux的使用经验 第二 Linux最基本的share的编写经验 您起码用Linux编写过简单的share 其实不用说特别难啊 哪怕就写几个print 写几个echo都可以啊 不过没写过也不用担心 咱们不牵扯到更多的编程的内容 好不好 尽是share的使用经验 OK 那咱们其他工具呢 我还是用一般的这个记事本 文部管理都可以 我呢还是首推这个VSCode 但是因为咱们的工作环境是Linux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也推荐您使用Nano 包括这个VI VM也都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 啊 那我的视频计划 我的视频老观众朋友都知道啊 一般我的一个视频就包括一个知识点 平均这个视频的长度 控制在5到10分钟 尽量不超 好吧 然后我的代码呢 呃 和以前一样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其实我GitHub也有账号啊 但是可能从国内访问的话 可能很多朋友访问的特别慢 对吧 那么干脆我就放到这个 看中国Git上去完了 如果 如果我看吧 如果我看我视频的国外朋友多的话 我可能在这个GitHub上也去放 咱们到时再说 OK 下面呢 是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官网 有幸运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这就是我大概Doker课程的第一期 给您讲解了一下Doker是什么 以及小马对Doker的定义 那么从下期开始 咱们呢 从安装一步一步的操作 咱们呢 来学一下Doker这个开发环境包吧 好 那今天的第一期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